昨天我亲爱的美国总统拜登就说了 他说新冠疫情营结束了 我看抖音的国内媒体也报道了这篇新闻 拜登的这个观点让美国人都接受不了 美国公共广播公司NRP专门发了一篇专题报道 列出了一堆的数据证明新冠没有结束 而更有意思的是 拜登这边说疫情营结束 那边却要求国会追加224亿美元的拨款 专门用于防疫 这操作直接把人给整蒙了 另外从今年开始 越来越多的声音说 疫情没事 奥密克戎不可怕 很多朋友听信了这种观点 也开始动摇了 疫情持续了这么久 很多人开始感觉到疲惫 这是正常的 但是奥密克戎真的威力降低了吗 咱们来看看一组数据 这是美国因新冠累积超额死亡人数的对比图 蓝色的是2021年 绿色的是2022年 由于2022年还没有过完 所以绿色只运行到了一半 奥密克戎是去年12月份才开始流行的 也就是说去年主要的毒株是德尔塔 奥密克戎出来之后 西方国家都说奥密克戎比德尔塔温和 而事实的情况真的就非常打脸了 从数据上看 两条曲线是差不多的 代表今年的绿色一段时间还比去年高一点 这是说明奥密克戎的杀伤力一点都不比德尔塔弱 这直接导致的结果就是美国的人均预期寿命连续两年降低 从78.5岁降低到了76.1岁 这个数字已经低于中国了 这还没完事呢 根据美国CDC的数据 超过70%的美国人至少感染过一次 目前美国因为患上长期新冠后遗症的 也就是Long Covid的人已经超过了1600万 这其中有200万到400万因此丧失了劳动力 看到这些残酷的现实 不知道那些鼓吹躺平的人还怎么嘴硬呢